胡仁對火箭第一戰怎麼回事 胡仁跟火箭這個對戰系列呢 以傳統的智慧來講 火箭隊才打完一個七場比賽的對戰系列 對到OKCS打到最後一刻 才拿下比賽的勝利 如果我們拿同樣一個對戰組合呢 丹佛盡快對到快艇的歷史來看呢 快艇隊呢 休息了一段時間 那金塊隊呢 因為 這個跟他的對手 由他爵士在打了七場比賽之後呢 昨天出賽了 那他們出賽的結果是到了第二節金塊隊就沒力了 所以 火箭隊真的比金塊隊體力好這麼多嗎 他們難道上場時間的調配 本身使用比較多嗎 都沒有 可是今天火箭隊 卻拿胡仁隊在開賽 來祭祈 火箭隊胡仁這個對戰系列 可能是懸殊最差異最大的比賽 火箭呢 是用全聯盟最小的陣容 來拼命投三分球 拼命切入攻擊籃框 把距離拉得超開的 胡仁隊呢 是可能聯盟最龐大的陣容 他很喜歡攻你禁區 Anthony Davis 中距離跳投 Lebron James切入 然後呢 傳球給 傳統籃球智慧 可是 胡仁隊的攻擊呢 很大的一塊 外圍的投射要很精準 因為呢 大部分的球隊 都會對 不管是Lebron Anthony Davis 禁區的球員 進行包夾的動作 那球傳出來呢 胡仁隊的外線不準的話 那可能就要完蛋 所以 在對戰系列來看呢 胡仁隊的外線 有準過嗎 好像沒有 上一個碰到 拓荒者的比賽的時候呢 胡仁隊也是一樣 第一戰 沒做好準備 三分球呢 蹦蹦蹦蹦 投不進 拓荒者贏球 可是 胡仁隊運區在上一輪裡面 非常的明確 風 跟幸運之神 就是眷戀著他們的 Zack Collins的受傷 到最後半段呢 Damian Litter又受傷 所以藉著對方的受傷 以及自己的三分球開始投順了 胡仁隊可以成功的拿下對戰系列勝利 那到了第二輪 Lebron James夾著15場比賽 第二輪連勝的紀錄 來碰到火箭 那火箭呢 完全在這場比賽展現 從頭到尾的體能 以及求勝的決心 不管是James Harden Russell Westbrook 還有Eric Gordon呢 今天展現出了 完全高昂的氣勢 而且不管是切入攻擊的 Russell Westbrook 打板跳投的Russell Westbrook 以及James Harden在底線防守 Anthony Davis 或對方的中鋒 都做得非常的理想 所以 這個就給我們的一個問號 小球的火箭 跟大型的胡仁 到底對戰起來誰比較佔優勢 我常常講胡仁要贏球 兩件東西 第一個是 他們不能忘記最初衷的防守 第二件事情呢 他們的三分球一定要緊 因為Lebron跟Anthony Davis兩個人 是Constant 什麼是Constant呢 就是 不會壞掉的機器 他們兩個的得分 就是 你可能 一開賽之前就可以先寫一個58分 然後放在那邊 因為這是Lebron或Anthony Davis 今天會大敗給你的分數 那就看其他的球員 可不可以在贏球的數字裡面加上去 然後得到這個結果 今天呢 胡仁隊不但 沒有得到這個分數 Lebron跟Anthony Davis兩個加起來居然也沒有58分 他們只得到了45分而已 Anthony Davis更只有站上罰球線四次 傳統智慧跟我們講 Anthony Davis碰到矮小的火箭 應該是頻頻造成對方犯規 火鍋拼命打 進攻籃板一直抓 可是今天這些事情幾乎全部沒有發生 那 連指標季後賽的明星球員都沒有 超水準的演出的時候 胡仁怎麼贏球呢 Lebron James今天才公20分而已 季後賽James 也沒有出現 雖然他只有7次的助攻 我必須要講公道話 如果今天你看到胡仁其他的球員是怎麼投籃的話 那7次助攻已經算很多了 因為球穿上他們手上 反正也不會進 我們先講到胡仁隊今天打的什麼地方差勁 Davis 跟 Lebron James 通常絕對不是輸球討論對象 因為他們的表現通常是很高檔的 今天得分 沒到 對到火箭隊 這兩個人絕對跳出來 他們不能依賴他們的隊友在三分線有更多的作為 他即使到了Double Team Triple Team 搞不好他們也要打下去 因為傳出來給隊友 基本上 比他們打Double Team Triple Team的命中率還要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說好的籃板優勢 在8場季後賽開始之前在泡泡原位的比賽 火箭隊常常籃板一輸就輸20幾個 今天籃板41比 41 火箭籃板沒有輸 碰到高大的胡仁 你籃板沒有優勢 你還有什麼優勢 難道是 你令人窒息的防守嗎 不可能嘛 因為 對方無小的陣容擺在三分線外面 你龐大的這種Anthony Davis 還有Gerville McGee 你一站到三分線上外面需要防守對方這些比較矮小的球員的時候 對方就切入攻擊你 在防守的弱點來看 胡仁隊 對方拉開的情況之下 一定會有一個點到兩個點 會被對方突破 然後胡仁隊就必須要幫忙 然後就傳出去投三分 Eric Gordon 今天有很多的三分球 基本上就是站在那邊 沒有人防守的情況之下出手 他先攻下了23分 這個對胡仁隊來說絕對是大傷害 所以我們稍微回顧一下 胡仁隊在大陣容 沒有辦法一對一丁人 至少守到外面他沒辦法 第二 他太龐大了 他沒有double teaming的能力 第三 指標球員投籃命中率 出手攻擊的企圖心沒有 一定要贏球的強大 第四 外圍射手只有28%的投籃命中率 所以在攻擊來看 胡仁隊的攻擊是一無是處 他的防守 乏善可乘 連身高有優勢的進攻籃板 他抓了10個 可是總籃板次數也只有41個 跟對方打成的平手 那最後呢 就是製造對方犯規麻煩的次數 並沒有非常的多 連Anthony Davis 發球次數都不多 所以整體來看胡仁隊今天輸球意外嗎 不意外 在例行賽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告訴你了 只要 他的三分球不順 他贏 火箭的機會呢 非常的低 三次例行賽碰面 火箭贏了兩次 唯一贏的胡仁隊一次呢 是那時候他還用Klan Capella在打球 他還是打 You know 比較傳統一點的火箭4L1N 所以 以 作戰的氛圍來看 胡仁隊 反而在對方 疲勞的時候 是沒有占到真正的便宜 再講火箭隊做對了什麼事好了 今天火箭隊呢 攻擊籃筐企圖心強 你可以想像到一個矮小的陣容 在禁區的得分 只輸胡仁一分而已 42比41 他以矮小的陣容 一直scrambling double team 抄截 Anthony Davis今天失誤還蠻多的 而且Anthony Davis幾乎一轉身 都會碰到比較靠近的火箭隊的包夾 所以今天他的得分不但不高 而且 也沒有製造太多的犯規 火箭隊的防守 真的 在 休賽回來了之後 變得非常的強大 那再加上呢 他們這樣子的防守造成胡仁隊的命中率下滑 而且 更重要的是 Anthony的球隊 居然在 七戰之後開賽的第一場 完全沒有任何疲勞的跡象 但我認為 這樣子的情況 真的可以繼續的維持下去嗎 在泡泡裡面呢 你只打一休一打一休一 我以為打到後半段的時候 用兵保守的火箭 可能仍然會有體能上面消耗的麻煩跟問題 可是什麼時候出現呢 不知道 今天的火箭呢 Erik Gordon的第三條線出現了 就跟 Closed Out的第七戰一樣 Erik Gordon突然跳出來 那絕對是給Russell Westbrook 還有James Harden更多的 體能上的調節 因為 當每一次球攻擊 在Russell Westbrook跟James Harden手上的時候 這是耗費體力的東西 即使這兩個的分分鐘時間在場上 可是當Erik Gordon開始負擔持球權 以及把球放進籃框的時候 這代表說 Westbrook跟James Harden 他們的場上 Usage的負擔時間 是下滑的 而且James Harden在今天的表現呢 又得了36分 這是今年第39次 他在得分跟上場時間 得分超過上場時間的比賽 這個還蠻厲害的 我說真的 而且呢 火箭隊在 季後賽的五場贏對方的情況之下呢 四場 是突破了雙位輸的分數 無論對 今天 輸球 可是代表這對戰系列他們會輸嗎 有可能 這對戰系列在我一開始講是 對戰起來看起來各方面最懸殊的一個組合 可是 如果 火箭隊沒有辦法繼續維持他們的能源 第三得分手沒有出現 或胡人隊突然三分線開始開砲了 你Double Team Lebron 或你 迫使他把球交出去 以及Anthony Davis迫使交出去的結果 是形成一個三分打的情況之下呢 那火箭隊對戰系列 應該也沒有什麼希望 所以 胡人隊自己本身 在條件上面 就沒有辦法壓迫對方的特質 這個也是Frank Vogel 他必須要去做調整 必須要在對丁仁防守方面呢 做出更保守的作為 特別是幾個其他球員 他在傳球線上面到底要守在什麼地方 這個絕對是胡人隊他必須要去調整的地方 因為呢 今天如果他們是要等到火箭隊精疲力盡然後 坐在那邊拿下比賽勝利的話 那說真的 他們可能要等到明年球季才有這樣子的機會 因為 火箭隊明年 如果 他即使贏了胡人他可能沒有辦法突破快艇的話 Anthony的工作仍然不保 那火箭隊呢 可能歷史上看到這種 無小陣容 打快速球風 然後跟你拚抄截 Double Team 你的這樣子的方式 就會步入歷史 好啦 接下來呢火箭隊胡人誰會贏呢 我還是大膽的說 胡人隊以穩定的作為 可能要打到後半段的話呢 六七場比賽我仍然認為胡人隊有贏球的機會